欢迎收看频道DH娱乐新闻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沉香报杀青特辑,诚意杨子三次拥抱还有吻戏,多套服装剧情乐 由杨子和诚意两人主演的古装玄幻大剧《沉香如谢》 终于在拍摄192天之后杀青了 此次因为是当红小生诚意和收视女王杨子的搭配 所以从最开始就引起强烈的关注 官方在宣布沙青照片以后,终于发布了沙青特辑视频 从现场来看,在室内搭建了大型的宫殿可谓花费巨资 而杨子和诚意两人在剧中的一些剧情也曝光了 有甜蜜也有虐恋令人惊喜 两人的感情戏份是非常重,不仅有三次拥抱的场景 而且还有吻戏,场景唯美超级的甜蜜 根据小说的内容显示,这部电视剧是先甜后虐 而且在沙青特辑中,诚意还说过一句我以心许苍生 再也容不下别人,看来这部电视剧的剧情要虐惨了 另外,作为古装玄幻大剧,服装造型应该是看点之一 诚意和杨子两人在剧中有多套戏服出现 红衣,白衣还有华服等等,看得让人眼花缭乱 同时出场时都很有CP感 看两人在沙青特辑中的武打戏份,诚意的仪态非常不错 从很高的地方调威亚下来也是亲自上阵 两人都为这部电视剧付出很多努力 一部古装玄幻大剧作后期的时间比较长 不知道在2022年的暑假能不能和大家见面呢? 相信有这么好的阵容,最终收视会非常不错吧? 读者朋友们,你们觉得这部电视剧值得期待吗? 接下来的信息 陈香如谢沙青,杨子诚意继清云至后再合作,开拍前有波折 现在影视行业虽然看似繁荣,作品数量规模大 但不得不说质量良有不齐,有很多问题 其中之一就是同类型题材重复建设,甚至泛滥,让人审美疲劳 比如仙侠玄幻剧,一波接一波,看得人眼花缭乱 其实要说故事人设多精彩,也说不上 套路都很明显,更谈不上多少演技,幅画倒也如此互相复制 所以也初步了什么经典的仙侠玄幻剧 基本上都是在消费主演的颜值和粉丝人气 从早些年杨幂流失师唐烟、胡歌霍建华等人主演的仙剑奇侠传系列电视剧 到前几年赵丽颖的《花千古》、杨幂的《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扶摇》等等 赢得了不错的收视,赚得欢,所以后来的模仿接二连三 比如杨子就演过《香蜜沉沉浸如霜》、《诚艺》演过《琉璃》、《诸如子类》的电视剧还有很多很多 今年又有一部类似的仙侠电视剧完成拍摄,它就是由陈毅杨子主演的《陈香如蜜》 最近,杨子、陈毅两位主演相继发布照片和动态宣布新剧《陈香如蜜杀青》 其实这次是杨子、陈毅再度合作,两次合作都是仙侠剧 几年前,杨子、陈毅曾经合作过《青云志》,只是那时候两人还没现在这么火 这部剧的男一号主演是李一峰,女一号主演是赵丽颖,当时人气范围都力压杨子和陈毅,两人都是演配角 只不过相比之下,同兴出道的杨子早就红了,当时即使演女二号配角,也是比较红 而当时的陈毅基本上还是默默无闻演配角的男演员还没走红 随后这些年,杨子凭借《欢乐送香蜜》沉沉浸如双亲爱的热爱的等剧,人气直线飙升,早就是当红的女一号主演了 而陈毅这两年才凭借刘梨走红尚未成为男一号主演,人气还在逐渐增加中 杨子和陈毅都是颜值派,古装造型都很养眼,之前也出演过类似作品,比较擅长 加上是再次合作,不少人还比较期待两人这次会擦出什么不一样的火花 这次杨子会不会继续自己的旺搭档体质,助力陈毅人气在上层楼 而杨子这两年人气旺资源好作品多,但是之前的《余生请多指教》和《青三行》本来都被寄予厚望 谁知道都被其他因素连累播出搁浅或者夭折,就等这部剧接棒播出,不知道能不能好好延续之前的大火态势 不过,诚意杨子能顺利合作《陈香如谢》也不容易 去年就传出《丽妖》杨子出演这部剧,与诚意合作,但杨子因为档体原因推辞了 后来据说这部剧邀请了景田,但开拍前却没成功,于是杨子又才协调档体参演 而杨子的粉丝其实当时并不期待他与诚意合作这部剧,双方粉丝还有过争执 现在,经过几个月拍摄,杨子诚意完成合作《陈香如谢》杀青,如果不出意外,估计开播也可以期待了 双方粉丝但愿能和平相处,一起期待两人再次合作能擦出怎样的火花 目前从两人的造型来看,还是很舒服扬眼,值得期待一下